题目是从1950年前后的美中台关系看台湾地位问题 我在这边简单的来介绍陈医生教授 我32年前到中原研究院就知道有陈医生这样一个 非常坚持台湾意识的一个我们本土台湾的学者 我们知道本土台湾学者在学术单位是非常的孤单 也是受到相当的打压 如果我的了解没有错的话 大概20年都没有升等吧 20年以上都没有升等 现在升研究员了没 那已经快25年了 23年嘛 还比我少啊 我去研究院三年就升等 但是呢 后面的27年都没有升等 因为他们说 我是李登位的学生一定是台独 所以投票都不会过 其实你文章写的再说也没有用 再精彩也没有用 在国外发表也没用 那踩空踩帮 歪给你过就歪给你过 有一次已经快要通过了 但是他说 在院神的话一定要把我干掉 不给你过 就这样子 那里面就有一些 刚刚讲的那个 牧羊犬 最重要的就是牧羊犬 不让我申诉 那不管这个都无所谓 那我想陈医生教授是非常坚持的一个本土学者 我一厢是非常敬仰他 那他最近是从这个台教会的会长 这样一个非常有地位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卸任 那我们欢迎他来这边做这一场精彩的演讲 请大家鼓掌来欢迎他 谢谢 起立 立正 走 请你 请一下 谢谢吉元兄的介绍 有 林志森先生 还有何瑞远先生 何医师 我所 食材 不然就一一来就好 因为这个演讲决定的比较匆忙 所以我没有说特别准备新的题目 就把最近纪念旧金山合约六十年 那个是 姚佳文先生 他目前担任召集人的一个台湾国家联盟 我在里面也算是一个 Member 一个决策委员之一 所以呢 我建议他们要编一个小册子 那 因为出去座谈的时候啊 讲完了就散了 这个太可惜 所以要求去讲的人 每一个人要写一篇文章 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以 前几天 自由时报也有 发表一个短文 那就是那篇文章的摘要 就是旧金山合约的复杂过程 我刚刚看蔡基元兄 可能有人都读了 那 也许有时间可以请大家指教一下 不过我们 我也知道 大家现在对 问题的关切点 而且我们 林志生先生还有何先生呢 都曾经到我们研究院去 跟我有些交谈 资料上 开始的时候啦 后来有发展出一些新东西 我不一定都follow 但是我大略了解 所以我也曾经在报章 发表一个 台湾地位问题的那种 主张 总共有哪 那几大类 我们学者常常喜欢做分类 就是说 已经独立说 或者尚未独立说 因为我们在做 因为有一些 包括有外国人 包括有外国人 所以我还是用华语讲可能 或者是要用火楼 没有关系吧 都可以哈 好 就是说 两大 两大类 这个在两年前 我们 教授协会开研讨会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 台湾地位问题的座谈会 结果 主办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刚接任会长 所以 前一任的那个蔡丁桂呢 她 并没有说特别去邀 谁不邀谁 就是把那个有在发表的 比较常有代表性的 招出来 结果就发现 跟我的分类不谋而合 就是 两大类 就是已经独立说 跟尚未独立说 然后已经独立说里面 就是有这个 当然独立说 像这个沈建德 他认为说 他都放弃啊 放弃的 依照联俄国的这个 宪章第几条 就 自然独立 当然独立 或者 有时候他描述说 脱管而后独立 那这个 林志生先生好像曾经 写文章批评过 就是说 脱管 trustee 这个 多严重的事情啊 你要经过怎样的 手续 宣告 然后 执行 然后才独立 从来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过脱管的事情 怎么会脱管而后独立 那么 当然其中还有那种 眼镜独立说 就是 从解除戒严以后 国会全面改选 然后 特别是李登辉时代的这个 修宪 从 宪法学的理论 说 你如果是一个地方政府 是可能修宪的 你必须要透过全面改选的国会 就是 能够去动那个宪法的呢 一定是主权的拥有者 你才可能修宪 所以呢 这个 呃 陈隆志教授他认为 这是一个眼镜独立说 那这一说 呃 当然也有一些缺点 我刚才 很快的那个 何瑞远先生就 就直指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是 呃 目前的主流啦 就民进党来讲 可能比较接受这个 呃 这一说 这是两回事啊 等等 但是我想 他的问题是在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不是法律问题 不是国际法的问题 而已啦 那我知道大家很多的问题的起点都是从国际法 从战争法 来认识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现在只是要提醒说 现实的政治里面 不是只有法律问题 这个从我们在 呃 看档案里面呢 美国在战后那几年 特别是1950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迁来台湾 你要不要接受他 的那个时候 或者杜鲁门总统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呃 他们常常会用一个 技术上 还没解决 或者说 要不要像律师一样的 滔滔熊变 等等 呃 那这个就是 就是在说 呃 从法律上 从国际法上来讲 确实有问题 呃 但是呢 我们在解决这个 那个的时候 都没有像律师一样滔滔熊变 为什么解决台湾的问题 要特别像律师一样呢 呃 这个就是说 呃 有点复杂 就是说 现实的政治的时候呢 并不是真的 都要按照那个 理论 或者是法理上来走啦 但是你 去研究那个法理 本身当然很多 意义 很重要 特别是弥补我们过去 呃 历史教育啦 我们过去对于这个 台湾社会这个问题 因为很长的禁忌嘛 没有去面对 那现在 你愿意去 去谈它 呃 无论如何呢 我们说 呃 法理建国呢 这个 是应该受到尊重啦 至少啦 起码啦 应该受到尊重 就是说 这也是我的基本台湾啦 呃 那么 呃 这个 刚刚讲的是 已经独立说嘛 呃 这个 尚未独立说 就是 呃 应该是 呃 美国要在这里 怎样怎样 但是都还没有做 呃 你这个外来的东西呢 不可能究竟合法 所以 这当然是尚未独立嘛 呃 当然啦 也有另外的这个 呃 我 我们知道有 台湾地位未定论 台湾地位未定论 如果从 法理 从法律上来讲 我是比较站在这个立场 那么你也看到我写的文章 大约是在这个立场 呃 但是这个是说 从历史上去追究 哦 战后 或者战前 呃 战争还没结束的这个开罗宣言 开罗会议公报 呃 波斯坦宣言一直到战后的 和平条约 就是 看不出来 他已经确定嘛 呃 这个是从 当时的历史上来看是 尚未独立 乃至以后的 呃 中美共同法律条约也好 还有被赶出联合国也好 还有这个 台湾关系法也好 看不出来有一个 final 的决定 所以呢 尚未独立 从法律上说 是 没有问题的 至于 你后来有没有经过 呃 呃 陈隆志讲的这个 呃 effective self-determination 有效自觉 啊 你的这个全面改选啊 或者选总统 是不是就已经独立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我们可以另外讨论 如果就 战后地位的处理来讲 是一个 undecided 这样子 可是在 没有决定 的情况下 谁有发言权 欸 我也发现说 美国有很大的发言权 所以我目前如果要先讲结论啊 就是说 呃 虽然尚未独立 但是 呃 还是在一个大国政治之下 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说 呃 有一个中华民国政府 不论合法非法啦 他给你检掉了啦 哦 纳税服兵役什么的 这是一个 现实 另外一个就是北京 他也是 一直说 台湾是他的 呃 你如果怎样 他就要怎样 呃 用种种方法 阻挡你成为一个国家 啊 阻挡你 呃 正常化或者说加入国际组织 啊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呃 有很大的发言权 那这个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呃 呃 像199596 啊 旧金山不是 199596就是 台湾要选总统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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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北京在恐吓台湾 但是克林顿政府呢 就派出 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哦 那 那是 非常的 呃 坚决的 而且立刻的 哦 那种 呃 嚇阻的力量 呃 呃 都不是 國家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欸 那这个 怎麼可以這樣說 這個 除了一種理論的認知以外呢 他當然是 從過去的歷史上 演變上來講 美國有很大的發言權 可是美國有沒有說台灣是他的 我看是沒有啦 至少直接說啦 而且在 呃 戰後的歷史 就是我今天可能要報告的就是說 欸他有相當的一度 認為說已經解決了 他也是認為 1945 就是日本人走了以後 呃 國民黨 來接收台灣 哦 那是 呃 奉盟軍 統帥 之命 來接管台灣呢 呃 呃 那麼 就是接管了 呃 之後啊 就是說 呃 我們應該怎麼講 美國對這個 戰後台灣的歸屬問題呢 一度認為 這個 那個舊金山合約 之前啊 就是說在那個 呃 開入會議公報 都解決啦 那 而且美國的軍艦 美國的 呃 呃 還幫中國運軍隊來接管台灣啊 而且從四五年開始那幾年 國際上 好像主要的國家也沒有說話 沒有否認 因為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已經 宣佈台灣澎湖是他的 啊 那 那 中華民國的國民 大家都是 這種片面的宣佈 那 美國也沒有 反對啊 啊 那甚至在 1949 埃及順國務卿的那個 呃 對華政策的白皮書 裡面 也沒有否認這個 他甚至還舉例 說 呃 中華民國 美國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軍隊 實在是不行啊 或者國民黨政府啦 在中國大陸 就這樣子一直失敗 或者腐敗 那 又不聽我們的建議 你國共內戰的時候 美國有介入 調停嗎 那你不聽建議 結果打敗仗啊 那你的問題也不是我 不要怪我美國這個 呃 這個不夠認真啊等等的 所以埃及順國務卿的這個白皮書呢 等於把中國赤化 的責任 就推給國民黨嘛 那 其中講到台灣的部分 他說 呃 國民黨之所以不堪造就啦 例如台灣 交給你啦 然後你又發生什麼 228事件這類的啊 就是說變成戰後亂七八糟啦 可見喔 不扯一了啦 我不要再插了 所以 呃 埃及順的那個白皮書 其實是一種放棄論 就是放 放棄了 不理會了 當然啦 在這之前 軍方 特別是邁克阿瑟將軍 他奉命在 呃 東京 他是 統帥啊 那他對於這個 呃 東亞的政策 也有他的意見 有他的一個看法 他其實 呃 在重要時刻 應該是 4849 他已經一直在講說 呃 台灣澎湖啊 不可以落入那個 對美國有敵意的國家的手中 呃 不可以放棄台灣 而且他也很敏感到說 呃 你要不要幫助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 請注意台灣澎湖是誰的 這個事情很重要 欸 當美國的國務院 採取放棄或者放手的時候呢 那 軍方 國防部 國防部 的意見是 呃 不一樣的 欸 所以 我們在看1949 前後的時候 這個有點複雜 就是說 要不要 繼續支持 國民黨政府 啊 祝他不要被共產黨消滅 這是一回事 跟說 台灣澎湖 的地位 是不是已經解決了 這是另外一件事 這個也是我們在 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想 呃 很多人沒有注意 可是我想我們這個 法理建國研究院的人呢 應該都有注意這個 啊 就是說 領土的地位歸屬 是一回事 那麼跟這個政府 流亡政府 在台灣 有沒有被國際認可 是另一回事 那我們必須要承認說 因為冷戰的關係 國際上確實 對於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特別是美國的影響之下 是承認啊 一直承認到1971年被趕出去為止啊 甚至美國是1978才來斷交啊 所以 這個政府被承認 在聯合國還是常任與國 這是一回事 跟說台灣澎湖 有沒有 Final 解決了交給Republic of China 這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 我們有了這個理解呢 就知道說 其實美國的立場還蠻清楚的 而且蠻一致的 一直到 2000幾年 他還是說 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 這個 make sense啊 但是沒有分 這兩個層次的話呢 就一定混淆 美國亂七八糟 為什麼都 變來變去 這樣子 我也曾經審查過這方面的 Paper 或者一些申請案 我就覺得這兩個層次 你都分不清楚 你要怎麼得獎 所以 這個不及格 退回去啊 這個是 是說 弄這個 台灣地位問題的話呢 應該有這個 已經是普通常識了 不過 我想剛才 說到 有關台灣地位問題呢 有 已經獨立說 尚未獨立說 當然尚未獨立說 裡面也有比較激烈的 比較激進的 就是 像 喜慶熊教授 他們會認為說 當然包括 國際法的學者 James Crawford的評論 還有我們 也有 黃麒正教授 他們也是弄國際法的 就認為說 在 這個問題上面呢 因為 不論在台灣的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的政府 或者是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他們是很一致的 他們在別的部分 很不一致 可是在 台北的地位問題呢 是一致的 認為已經是中國的 而且呢 在國際的實踐上面 有關國際組織啦 有關這個 比方說被趕出聯合國之後 為什麼那些主要國家 都跟你斷交 你還是堅持 而且還有二十幾個小國 跟你有邦交 而且在台灣的領導人呢 不斷的去講一些 台灣跟中國是 一起的 就是一中 只不過 在 蔣介石 蔣經國的時代 他的那個 One China 是 以台北為中心 的One China 然後呢 兩講過去了 那 現實上 這個國際上 講的One China 包括美國的那個 認知到一個中國 這個 都是以北京為中心的One China 包括聯合國的2758號 決議所講的 就是 中代表前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那就是北京 是代表中國嘛 所以那個One China 已經是 沒有疑問的是 那一個One China 所以 在這個 在這個情況下 台灣的領導人 怎樣 結果 獨派 會舉出說 李登輝怎樣說 陳水扁怎樣說 結果 舊問題就出在這裡 就是說 包括李登輝和陳水扁 所敘述的 在重要的時候 所講的 都是 support 那個One China 那你說 什麼兩國論也好 什麼一邊一國論也好 都是論 都是論 你並沒有去執行 是沒有在法律 在憲法上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 當然啦 這裡面有理論的爭議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善意的去解釋 兩國論 從憲法學上 我說的是憲法學 不是國際法 憲法學上來講 就是我剛開始講的 就是說 確實 李登輝時代 雖然叫中華民國 可是他跟 兩蔣時代 已經不是一樣的中華民國 因為他不再宣稱 代表中國 他承認 好吧 你才是代表中國 這件事情 以前 雖然聯合國處理過了 可是我不承認 蔣經國也不承認 要光復大陸解救同胞 可是李登輝開始 不再光復大陸了 他也結束了動員刊亂時期 臨時條款 所以他也把臨時條款 變成徵修條文 這種情況呢 我們可以看到 像 擔任大法官 應該剛卸任吧 那個許忠利教授 他在199596吧 他寫的文章 就是講這個 所以所謂的兩國論 其實早就 許忠利他們就這樣講了 就是說李登輝的實踐 已經是兩個中國 而且要求國際上呢 是一種Dual Representation 就是雙重承認 也在美國的報紙上刊登說 我們願意接受雙重承認 但是立刻北京就發表說 這不對 我們不接受 所以這個現實變成什麼呢 在蔣介石的時代 美國或者聯合國 曾經努力的要Dual Representation 就是說 代表中國的是北京喔 那個中國代表權是在那邊 可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呢 就一個普通會員國 繼續留在聯合國好不好 他努力的去遊說一些相關的國家 結果最困難的就是中華民國自己 他不要 所以 那件事情 就是 人家還沒有處理 就已經退出聯合國了 就自己 自己 自文了 自公了 就沒有了 當然啦 有一些統派的學者會問說 即使留下來 也會被中共 否決啦 或者說會被 怎樣怎樣怎樣 不會長久 但是我是說那是另一回事 那另一回事 當時有機會 當時有機會 台灣的這個成為一個普通會員國 留在聯合國 而你自己不要 那 以中共來講呢 他原來都不是 那現在呢 讓你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那這一邊呢 降格成為普通會員國 這個你也是很大的勝利啊 在當時的氣候 國際的氣候下 不是不可能啦 至於他能不能長久了這樣 另外的假設的問題嘛 那這一部分我想 我的認識是這樣 不過呢我想 還是稍微把我目前所看到的 來 這個是用這個 按這個嗎 OK 我們稍微有個順序啦 這個 我剛剛已經講說 從 這個 民國三十四 就一九四五年 蔣中正 國民中央主席 那麼他 用了一個報告 公告 公告啊 就是 講說 中美英書 他們 從什麼時候開始 博士坦宣言開始 無條件投降啦 等等 那麼 一捧交還 中華民國 那 叫大家要這個 遵守規矩 不要 殘害啦 要維持治安 等等這樣 這個是 我說片面 片面的規定 那 當時呢 有一些台灣人代表 這裡指的是 像這個張邦傑 其實包括李萬居啦 一些半山 他們在中國呢 也有參加抗戰 抗日 然後呢 主張說 要回歸祖國 希望中國呢 要 把台灣收回啦 等等 那其實中國 因為我只能秀第一頁啦 後面還有 還有別的 那裡面後面是講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中國的政府 慎重考慮 因為這個不能隨便說 就是 要不要把台灣收復 這件事情呢 還要看 狀況 當然 過了一陣子 他們終於也宣佈 應該是最慢 是開羅會議的時候 就是公開的 這個立場 而且呢 也得到了這個 美國 英國的支持 那個 背景呢 應該是說 希望蘇聯 參戰 希望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 就是蔣介石 勇敢的堅持下去 不要私自去跟日本 談合 所以我答應你 戰後呢 有這個好處 那個好處 是包括台澎 東東北啊 什麼都要歸還中華民國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問說 台灣住民的意見什麼的時候呢 可能也要注意 因為 國民黨方面會拿出這方面的資料 就是他們 你看這個台灣人代表有 希望 這個收復台澎啊 我老師往前 好 那麼我剛才已經說過 戰後初期的話 一般人在注意 George Kerr的這個 Betrayed Formosa 常常都是注意到他 228的描述的那一部分 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他當時的體驗 就是說 其實 美國的國務院 是放棄了 放棄了這件事情 就是說認為他已經確定了 確定什麼呢 交還中華民國的啦 至少他認為 國務院對台政策 是沒有政策的 為什麼呢 就包括 有這個 臺北市的醫生 去向美國的領事館告狀 說 你看 國民黨的軍隊 在臺北街頭 巡邏的時候 亂開槍 而且那個槍是軟鼻彈 軟鼻彈就是 射下去他會爆炸的那種 對人體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那是被禁止的 結果 柯交智他們啊 他是副領事啦 另外還有領事 他們 要不要向國際舉發 結果 問南京的大使館 然後南京大使館也跟國務院請示過 後來跟他回答說 沒有錯你們處理是對的 就是 我們不介入那個衝突的雙方 那 這個意思就是 他已經認為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的嘛 你現在 只能關心一下 你不能太介入啊 介入的話會干涉人家 等等 所以這個是 我們說 戰後初期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是 George Kerr他 有留下一些重要的資產 其實這本書裡面 除了有關228的具體的描述之外 有關台灣地位問題呢 George Kerr是比較 要站在一個未定論的立場 希望美國能夠 把握積極的角色 所以他在 1947年 228事件之後 不久 就回到國務院去 就是回美國華府去 那個時候是跟遠東師的師長 談話 就是剛才講那句話 他出來以後非常沮喪 認為 美國的對台的政策就是沒有政策 那就是我剛才開始的時候所描述的那幾年 因為美國的重心放在調和國共內戰 結果 國民黨節節白退 然後眼看著這樣一個大的國家 被共產黨赤化 這個美國也是非常沮喪的 他可能不是那麼care這個台灣澎湖的問題 那麼國務院的態度就是這樣啊 我剛剛講說他認為 認為這個已經解決了 這是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說 已經解決了 但是就國際法的角度 他們裡面說從技術上說 是還沒有確定的 雖然是這樣講 但是軍方 軍方 國防部長 呃 詹森或者強森 他們都認為 其實政治和軍事的角度而言 也不應該說 已經交給中華民國了 這是邁帥 邁克阿瑟 很帥啦 這個是杜魯門 所以我們在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 這當然都是key person 我們就進一步研究他們的必要 那 雖然說軍方的意見 呃 在韓戰發生之前幾年 就已經表達了 跟國務院不一樣的看法 可是國務院是什麼時候改變的 那很顯然是韓戰前後 特別是韓戰呢 就一個非常明顯的改變 這樣子 那麼 呃 這個時候 你看 五零年初 就還沒有韓戰的時候 美國 呃 這個 在討論這些問題啊 要不要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啊 那都認為說台灣很重要 雖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不必派兵佔領 你可以給他武器 因為人家已經在批評說你軍方 跟國務院的意見不一樣 跟總統意見不一樣 是不是呢 他就是說 呃 我們所提的意見是軍事上的 還沒有提到政治問題 這裡面都有矛盾啦 其實麥克拉社也有談政治問題 呃 因為這個是顧維軍 向台北外交部報告 說 國會裡面 參議院裡面呢 在接受 呃 這個國防部的報告 然後 質詢 這個時候他們的表達是說 喔 我們沒有不一致啦 喔 這個 應該是國務卿 或者是總統說了算 就總統才多 欸 只是說在一些方法上 我們軍方啦 我們 國防部看法不一樣而已 所以他們也 對外想要去說明說 美國 內部的意見 沒有那麼分歧 那我們看到顧維軍這個是很重要的角色啊 這其實包括 他的重要就是說 呃 蔣介石要非常非常感謝他啦 因為 呃 所以台灣的這個才是總統 還是李忠仁是總統 那結果顧維軍在那邊周旋 算是非常有效的幫了忙 欸 所以3月1號 蔣介石宣布復刑事事 所謂的復刑事事 那顧維軍立刻打電報 給美國政府說 台灣 台北已經有了這樣的一個總統 副職了 那 美國你要不要承認嗎 欸 當時齁其實已經 剛才講的那個背景啊 包括國防部的意見 軍方意見 會讓美國呢 開始 想要 當時啦 就是改變那個1949 那個比較僵硬的 也就是說 國民黨政府既然已經有效的撤到台灣 這個有效也不容易啦 我們台記說這怕輸招贏啦 那招也不簡單欸 就是說你要順利的撤退 把什麼故宮博物院的東西要運過來 把黃金要運過來 有些人在否認說沒有運黃金 不必啦 運就運黃金啦 只是那個量不要亂膨脹 等等 有 人有設計好了 這個在周鴻濤的這個 寫蔣公 這什麼什麼 那是因為他是貼身的人嘛 他做的那種紀錄 1949年初就已經在運這些東西了 然後他派陳誠來台灣當省主席 連這個 在哪裡的 刑館 我看檔案裡面呢 陳誠 已經幫蔣介石找了大概有八個地方 意思就是說你要有一些長久之計啦 後來當然增加了很多啦 但是那時候就把它找好了 所以呢我剛才講黃金也好 檔案或者故宮博物院的寶物 文來放台灣 然後他一些老代表 立法委員 國會議員 所謂的法統 雖然沒有很多數都來 但是也來了不少 所以他只要透過一些憲法的解釋 說因為大陸赤化啦 怎樣所以在這裡 老代表呢 就這樣復會 而且不必改選 國會就萬年化等等的 那就是一個技術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技術問題 所以美國接受了這個現實啦 美國有電報 也等於是承認了 臺北的這個 國民黨政府 蔣介石 就是總統啦 所以蔣介石的日記 我看蔣介石的日記 在3月3號 我們研究這段歷史的人 包括中國大陸的學者 還有台灣的若干近代史的學者 已經不能不看蔣介石日記啦 要不然你就不會後世代了 所以我也過去這兩年呢 跑了兩次那個 史丹佛大學的那個 Hoover Institute 裡面的那個 蔣介石 Diary 去那邊抄啦 但是喔 不可以copy 抄得很累 抄不完 但是我特別抄的是 1945 1949 1950 51 52一部分喔 然後 1971 70 都是那個 關鍵年代 我差不多都有抄起來 所以知道說蔣介石他 在當時怎麼樣把那個局勢穩下來 而且也讓美國承認他 這個合法的政府 我剛剛已經講了 承認他是一個在台灣可以統治的政府 跟說有沒有解決台澎的歸屬問題 這是兩回事喔 那 這個 就叫做冷戰嘛 Cold War嘛 你冷戰 優先順序是什麼 是要 處理那個 共產黨的問題啦 因為很快的這個 這個 你說 1950年的年初 喔 這個 杜魯門的宣言 都已經講到說 美國對FOMOSA 或 其他任何領土 沒有掠奪的野心 也沒有想在FOMOSA 獲取特別的權利 或建立政治基地 所以呢 美國已經不想 去支持 去提供援助 給這個FOMOSA的中國軍隊 所以這個描述很精確喔 在FOMOSA的中國軍隊喔 所以 所以說 流亡政府啦 他並不說你們是一體 你說FOMOSA是FOMOSA 你來的這是中國軍隊 不過我就覺得 可以了 夠了 我不想再繼續這樣子 像在大陸那樣支持你這樣 但是呢 這個部分是一種放手論 這個是從馬歇爾 就已經確立了 然後埃吉順 就是剛剛講 發表那個白皮書的埃吉順 這樣子 可是他內部 包括國會議員 像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呢 他認為呢 是要圓滑的 就是要繼續幫忙 中華民國政府 那剛才我們提到說 麥帥 其實 當我們在講說 韓戰發生的決定性作用的時候呢 也不能夠太截然的一刀切 因為軍方 確實在那之前 都已經提醒 要保衛台灣澎湖 要保衛台灣澎湖 那 人家就問說 不是已經緩了嗎 不是開國會議公報已經緩了嗎 那你看麥克拉瑟 當然談政治啊 怎麼沒難認真 他說 他說 戰爭期間 也是 那個時候說 要把台灣交給中國 這個情勢 已經完全不同 至少呢 從這個 Moral standpoint 美國應該給台灣人民 在不受共產警察國家 制固下 發展自己真正前途的機會 所以麥帥這個立場呢 其實 雖然後來被杜魯門把他解職啦 因為麥帥的確 這個軍人的 帥子的性格 常常跟杜魯門總統唱反調 可是 杜魯門 常常會提醒他 我才是老大 那你又發表那個 那個意見 其中第一個問題是 麥帥他認為 為蔣介石的軍隊 在台灣還蠻重要的 韓戰發生的 他想要用他 甚至不只解決韓戰問題 還要解決東亞的問題 但是 顧魯門就常常告訴他 這不行 這個 你這個 不是我們政府的政策 之類的 那麼 韓戰發生的時間 就是在1950年的6月 那麼 應該是25吧 252627 三天後 杜魯門呢 宣布第七艦隊進入台海 所以 同樣是杜魯門 同樣是 杜魯門總統 在半年前 他們說 福爾茉莎 已經是中國的一省 可是半年後呢 又像律師一般 滔滔雄辯 台灣地月未定 這個 我就用他們的用詞 像律師一樣 那應該是 麥帥 發揮了 賢錢轉困的作用 這個 這兩件事 麥帥 關於 東亞 戰略問題的看法 以及 韓戰爆發 這個現實的問題 所以 杜魯門總統呢 必須 回到 回到 台灣地位未定的立場 那麼 那麼 呃 杜魯門 對韓戰的聲明 POMOSA 未來地位的決定 必須等太平洋安全 恢復 或對日合約締結 或任務考慮 所以 這個事情呢 呃 是回到國際法 就是 戰後 這種殖民地的歸屬問題呢 必須要 條約 所以至少在 對日合約之前 台灣的地位是未定的 那麼 中華民國政府 外交部長 葉公超 這個也有兩面 一個就是說 喔 你要協訪台灣 這個感謝 感謝 但是呢 你說台灣 不是中國的 這個地位未定 這個我們不贊同喔 台灣是中國的 你的表述 說台灣地位 怎樣怎樣 這個不具影響力 不影響我們的主權 這是 當時的 中華民國政府 說法 這個是葉公超啦 也是帥帥的 那麼 比較起來 他跟這個 楊希坤 他們都算是 中華民國政府裡面 比較優秀的 比較 誠實的 面對這個 台捧問題的 這個 外交官 那麼就是我 報章上 所講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 舊金山合約的經過 其實還蠻複雜的 呃 當時 講 現實的日記 就是 認為 美國 對於中華民國的 對台灣的 主權 適而不見 把台灣當作 殖民地之部落 其實說中華民國 碰入何極 然後說 美國的國務院 有一種 助共滅華之陰謀 那我剛剛講啦 就是說他在 3月1號 宣布復刑 逝世 結果他 3月3號的日記 沾沾自起 說 國務院終於正式發表 中國的總統是講 而不是理 因為美國的國務院呢 也不承認 那個共產黨的中國 這個時候是什麼 還沒有 發生韓戰 所以他在 當時 當時 那 只不過因為韓戰 發揮了更決定的作用 那麼 在那個對日合約的時候 剛剛講說6月的時候 多勒斯呢 就已經飛東京 想要去周旋 因為對日合約嘛 當然要先告訴日本啊 就是我們打算怎樣喔 你要準備了 要結束一種 軍事佔領的狀態 要恢復日本的主權 日本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個過程 已經開始在跑了 那 但是 有哪些國家可以來參加這個對日合約呢 說來說去 結果呢 英國是支持北京的 美國是支持台北的 這沒辦法決定 後來就說 你們都不要來 等到舊金山合約 這個多邊的合約簽完之後 或者是同時 當然他們講的是之後啦 日本可以選擇 你要跟誰簽約 這樣子 所以才會有後來台北合約嘛 這個多勒斯是非常重要啊 我想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這麼多年 在台北有羅斯福路 有一個賣帥公路 有沒有 雖然賣帥喔 現在變得很密集耶 很不齊眼 因為被那個環東道路蓋住了 的確啦 賣帥是國民黨政府的好朋友 羅斯福也算 但是呢 要命的其實是杜勒斯啦 那個 不應該是美國有杜勒斯機場 應該台灣要有杜勒斯機場 那不然就聰明了 就是說 杜勒斯在周全 那個對日合約的時候呢 他如果同意說 啊好吧 你們都說交給中國 就算了吧 那當然很嚴重的 但是他努力的去 至少拉到一個 未定論的立場 所以那個 我在報章發表的那個主張 就是說 開始的時候 確實要把台灣澎湖呢 cease to China 就交給中國啦 然後中間呢 1951年曾經有一個版本 就是 把台灣跟韓國 放在一起 都說是renounce 就是說放棄啊 什麼權力的權援的主權 可是韓國跟台灣怎麼會是同樣的地位呢 這不對 所以最後一段還是要把它拆開來 就是說韓國是獨立的 休息 十分鐘 好吧 因為我們這個到中島再結束嘛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立正 走勒 請客 請客 休息十分鐘